老生 绿色的绿色算一个 绿色 绿色 土城星光电影院在广府国小准备开演 民众扶老稀幼陆续过来 又在凉爽的秋夜里一起欣赏好莱坞动画电影 这部电影在今年夏天时创下高票房记录 新北市议员林明仁服务处联合土城区公所 加合有线电视及数位天空有线电视 办理星光电影院 要把这部电影搬到学校里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电影的乐趣 因为我们土城很少办这样的活动 我想说让我们小朋友 有不同的看电影的感觉 爸爸妈妈能够一起出来 让他们能够一起来看电影 一起参加一个活动 这种完全属于亲子活动 那我想说我们这个活动 可以促进他们亲子之间的和谐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 能够快乐的成长共同成长 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看 现场非常的热闹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也非常今天晚上也是非常成功 那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还有一场在安和国小 一样是林明年议员服务处 还有我们数位天空帮我们协助我们 为了我们土城地区的这些亲子们 办的一个电影院的一个 新方电影院的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另外为了让活动更热闹 看电影前透过有讲问答的方式 吸引大家的目光 看着大家举手抢答的开心模样 再加上可以得到小礼物的奖励 现场真的有情绪沸腾的感觉 留下难忘的回忆 以前童年的那种回味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在路边 在那个庙口看这种电影院 像这种露天的电影院 感觉大家聚在一起很有人情味 舒娃侠也很开心 刚前面有那个有讲真答也很嗨 下个礼拜还要来参加 在这个凉爽的天气看电影 整个在户外这个感觉比较新奇 可以跟家人一起看电影 然后又凉凉的这样子 还蛮舒服的 小朋友很喜欢这电影 在户外看电影 是很多五六年级生的共同回忆 但对于七八年级 甚至更小的市民来说 却是一件新鲜的乐事 借由星光电影院的举办 不仅是重温大家的回忆 也是带来更有趣的活动 留下这秋夜看电影的记忆 中家新闻林立如 李嘉豪土城报导